今天終於可以跟我們的乾爹 合拍一集 就是很感謝Happy Duty 很感謝LOG 安東尼還有大象 在我們頻道開始之後 就有一直不斷的給我們很棒的襪子 最新的 每次都要給最新的 除了我們的這個頻道呢 紅壁聲揮之外 我連打籃球也穿 只要穿球鞋類的 我幾乎都穿它裡面的襪子 不客氣 但是我們的淵源 蝴蝶球 對 我們都是蝴蝶球的愛好者 甚至它比我還要早 應該講說更透這個球路 你要說我一練十年來 我前面都亂練 真的只有這三四年左右 認識你們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前面都亂練 就找到自己的道路了 表示說這個淵源就是因為這個淵源 才造就了 我們有這麼多襪子 超棒的 一定要穿好不好 哇 而且我超喜歡這雙 對這個是祈天大聖 祈天大聖 我真的就是 本來就是配給桃園的球員穿的啦 真的 當初有贊助好多個桃園的嘛 對對對 還有這個食人魚 哇這個 未來可能也會有 欸嘿 Special的 到時候出來再說好不好 但是呢 今天沒有那麼簡單 對 我們絕對不能放過某一個人 不是你 是 陳建湯 湯哥 喔 好 好像 好像怪怪的齁 今天是我們兩個主持 對啊 欸 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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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幹爹啊 你好 我們今天直接就是疊虐陳建湯 疊虐堂哥 沒錯 我們今天投的每一顆球都是蝴蝶球 對 對 我跟你講齁 這個東西 胡適隨便就可以接了 因為我們 完全沒有任何的方向感 對 完全沒有任何的配球 你可以嗎 可以啊 我們其實齁 有一點小小的差別 你應該算三指疊吧 對 我是用這樣丟的 我後來練成的是兩指疊 我們就先拍 欸 你要問我 你要幹嘛 我是什麼疊 亞美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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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丟 和一人二十顆疊虐它好不好 OK 這二十顆裡面 一定會有很漂亮的 我們來捕捉很漂亮的 好不好 我會想盡辦法的 把它漂亮的揭曉 好 那太棒了 捕捉完 我們再來再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OK 因為我想要 我想要跟Logue分享一些我們的握法 好不好 OK 就直接開始囉 疊虐陳解堂 全民堂哥 GO GO 哈哈哈哈哈哈 NICE 不錯啊 這個 Oh NICE Oh 小路人 哦 哦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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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盡辦法把它漂亮的接鞋 我會想盡辦法的把它漂亮的接鞋 我會想盡辦法的把它放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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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準 我會想盡辦法的把他放在那邊 我會想盡辦法的把他漂亮的接鞋 我會想盡辦法的把他漂亮的接鞋 這給我挑 他打死我是不是 我會想盡辦法的把他漂亮的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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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盡辦法把它漂亮的接鞋 如何 乾爹會看不下去 敢想喔 乾爹的他是三指碟對不對 反而我覺得他的球是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好接 因為其實他進了一點很穩定 對 可是 對 假主過 那當然啦 就是這樣我才覺得好接啊 他的球跟你的比較不一樣就是 他的位移可能沒有你的那麼大 可是我覺得他的破壞力會蠻強 就是他會很突然就下來 而且有時候會晃一下 對 他的幅度是小晃 我覺得這種小晃就是 打者不會盲打 就是可能會去打 可是會打不好 對 會去攻擊 可是會打不好 了解 對 那你這邊是兩指 今天你的晃的球 他飄得蠻厲害的 有一顆我沒有接好的 你的就是跟他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的位移 今天有出現很像閃電球 對 有一顆 回去推放一下 對 我不好 對 那基本上我喜歡接他的 目的就不是要好接啊 你的今天威力不錯 我是覺得說就是 今天沒有穿到丁 而且我不知道這邊哇 硬的有牛棚 對啊 對啊 好棒 超棒 他我今天失色沒有穿丁 我可以跟你講我剛剛的感覺 我覺得LOG的蝴蝶球啊 就是很穩定 對 因為他控球很好 曲目就是大概從好球袋 快到打者的時候掉下去 對 或是飄下去 滑升卡滑升卡 靠誰怎麼打啊 所以我剛剛說了一個重點就是 打者他會去出棒 對啊 可是他一定打不好 百分之百會打不好 很厲害 你知道就是他就 下來 對 或者左邊 右邊 這個是我一直想要練 你的有幾顆就是 他比較明顯就是 他進來他就飄出去 所以打者可能 欸 出去了 沒有揮棒的慾望 但是他的會有揮棒的慾望 可是一定打不好 絕對打不好 這就是有底跟沒有底的差別 不會啦 可是你今天有幾顆真的 我沒有 我最近是有一些感想啦 不過我們等一下來分享一下 今天其實本來就說好要拍 可是很意外又看到一些消息 不過我們先分享一下 先從LOG開始 分享我的蝴蝶球 對對對 你的指法 還有就是你認為你的 壓球點好的位置 很多人想要學蝴蝶球 會想要了解 這個虛關很重要 你投不投得好 那是一回事 就是說你投的姿勢怎麼樣 那個東西是機子 那個要另外要練的 我認為關鍵還是說 你的握法 指法 我就請LOG分享一下 我第一個要跟大家講 就是最簡單的 蝴蝶球它 就說指關節球 可是它其實就不太像指關節球 大家都會誤以為是這樣啦 就是讓指甲背負 尤其那種圍基百科 對 圍基百科是寫錯的 其實中關所有大聯盟投手 他們全部都是用指甲前端的這邊 RO去頂沒有縫線的地方 大拇指一定是放在旁邊 減少它的摩擦力 那我們出手的時候就是 90度 這邊手感一定要L型 然後這樣子 正順勢的 像直球一樣丟出去就可以 那當我們在丟蝴蝶球的時候 我們胸部一定是 不會像一般投手一樣是鎖住的 一定是先打開出來 這個槓桿原理 才會這樣子帶過去 然後才會正正的往下刷 大聯盟他們講說 這個叫做要跨過一個門框 門框理論 什麼叫門框理論 就是你想像你整個人 正正的往前踏 然後往下刷 這樣子蝴蝶球 才會在我們的軌道上進行變化 因為我們沒辦法控制 蝴蝶球的它最終的變化落 但是我們可以控制說 它往前的軌道 大方向的去控制它 我的特色是丟山子嘛 我會像Wayfail 丟出去的時候 我控制它落下點 我可以落高的落低的 然後讓它這樣稍微有點晃 讓搭著會想去揮 然後揮不好這樣 那你的縫線呢 你縫線握的方向有沒有很特別 還是其實都沒差 其實我都沒差 蝴蝶球很簡單就是 你練成那個手感後 只要不要握在線上 然後不要讓它增加太多摩擦力 你怎樣握都可以 就甚至你側頭下勾 像Wayfail有的時候 會突然塞一顆側頭 它很知道它會側風向 對啊 而且它可以控制它兩隻手指的靈活度 讓它像升卡一樣這樣往下掉 或是像滑球一樣往下掉 這是一個非常細節的地方 我這邊呢 大部分的話 肉哥講的已經是百分之七八十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維基百科 放球維基百科 它在舞蹈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在討論 或許有天我們在把 這個屏東Wayfail 大家一起找出來聊一聊 可是我要講的部分 大部分講完了 我要講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習慣 這幾個月我研究了一下 幾個握球點 第一個呢 是在這個半圓形的這個下面 那我也是兩隻 對我來講 這投出去的機率 不敢講百分之百 絕對是機率 比較容易直上直下 或是向上 就是它是完全可以在直線上 當然它還是會有 我亂跑的時候 這個沒有辦法 可是它的機率也比較高 我為了要增加中間的機率的話 我會投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呢 是Steven Wright找到靈感 我就開始練 左邊縫線 左邊縫線 跟右邊縫線 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目前也是覺得機率上 如果我練左邊縫線 它容易讓我丟出 往左邊 像滑球一樣的軌跡 然後再忽略球 它會往左邊飄的機率比較高 我如果又到右邊的縫線 往深卡 打右打者的內角 跑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這幾個我會在配球上 我這幾個月在練控球跟配球上 我會去琢磨的部分 因為我 我也希望我能夠 用手指控制蝴蝶球 這沒有辦法 而且我們已經40歲了 已經來不及 那我們就嘗試別種方法 畢竟我們只是 對付遺囑打者 Maybe夠用 這我也覺得 這些東西是可以 再深度研究 今天我覺得就分享到 覺得它有很多機會 對 但是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有一個蝴蝶球宗師 BioNicro 它 我們台灣凌晨的時候 我就看到新聞 我還沒睡 對 然後新聞就跑出來了 今年2020 真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年 多明星啊 很多這個 坦白講有價 在每某個領域 非常有成就 有價值的人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離開了我們 其實還蠻感傷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要傳承 去年怎麼球 大聯盟都沒有 半個蝴蝶球投手 蝴蝶球都沒有 完全已經破機率 都是野手 野手去救援的時候 才隨便丟一顆這樣 也有到位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失去 不夠一個傳承 對我們來說還是 有一個目標在 它有配球的比例 八成以上 不是故意要虐成劍堂 沒有那麼難接啦 說實在 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們來分享一下 那今天也不用太嗨 我們就精心的結尾 那就先謝謝Log 謝謝乾爹 還有這麼棒的襪子 可以讓我們享用 謝謝乾爹 野球DV SK 我可以選擇 我會不職貼 我會去 我們做這的 我會不職貼 我會選擇 那你有沒有 我可以選擇 你 我會選擇 你 我會選擇 站起來 你 我是 我的 你 你 我會選擇 你 你 我會選擇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